我是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陈欣老师 他这个商业模式是没有跑通的 但凡是能够报复的机会都写在刑罚里面了 我的艺术信号是不够 在家里都是被嘲笑的这一下 我们其实很少在这里做的 我们都坐在底下吭哧吭哧打电脑 搞错了 同学们好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学校 因为之前有不少的同学在弹幕里面说想成为我的学生 我想了想觉得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我平时工作的地方 所以同学们也算是成为了我的云学生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来走一走 我是觉得我们学院大堂里面最亮眼的就是蝴蝶兰 那个远远从门口一进来就感觉看着跟假花似的 是真好吗 下面呢我们往这边来啊 这边是我们的咖啡厅 我们平时呢就是说平时跟同学聊聊天啊 有时候外面来个客人啊 我们都在这边喝点咖啡喝点茶 我们教室卡可以打折的啊 这面墙呢主要是我们学院的一个主要历史 当时呢是上海市人民政府 为了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啊 那么觉得在上海应该有一个国际一流的金融学院 所以就跟焦大合作来成立了我们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这边是我们学院的捐赠墙 上面是有我的这个牌子的 然后我想这个到行为台合作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自习室 有的同学也在这边看书啊 大家看啊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 我的艺术细胞是不够啊 在家里都是被嘲笑的对象 同学们可能平时觉得我们平时上完课啊 可能就没什么别的事情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当老师其实很辛苦的啊 你看我们干的最多的事情呢 就是写东西 比如说上课你首先要备课吧 备课那你讲课的时候还要有新的案例吧 那么我们平时呢会经常写一些文章 分析上市公司的 然后呢我们还要写学术的论文 我们平时都是以办公室为家 只要没事就来办公室 我们到楼上去看看 这个我们爬楼爬到13层 我就是体育运动参加的太少 你看看我这个身材就知道 这不是一个很运动的人啊 就因为平时呢 就是坐在那写东西写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 同学们不要学我 我倒是觉得站在疫情的角度呢 虽然它是有很多负面的影响 对经济对金融的风险 其实都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但是站在国运的角度 疫情实际上是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的机遇 就是说给了中国两到三年以上的一个缓冲的时间 本来是在国际形势上 美国已经是准备加大对中国的打击力度了 但是因为疫情的话 造成这个西方发达国家 目前比较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为他们提供很多商品 本来是他们是希望能够把很多的工厂搬离中国 但现在大家一看别的地方都不靠谱 还是中国最靠谱 所以反而是加大了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因为我们中国每天都在快速的发展 大家都在努力的工作 所以越往后拖 实际上中国会越主动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去找一些相对靠谱的这种书籍 或者是靠谱的视频去看 要理解一些基本的金融的概念 然后还要知道说 你投资的标的 它底层的运行的情况 这样的话可能就更容易去把控风险 因为你想想你买个东西 你要到网上去搜一下 要比价 要看看它到底是什么质量的 对不对 你要看看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你也是要仔细去研究的 如果你去买个金融产品 你去投资 去买个保险 买个股票 你总归也要研究的 但你要研究 那么不同的领域它有不同的规则 那么你去买个虚拟的金融产品 它背后对应的资产到底是什么情况 就更需要大家去研究了 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来说 现在已经不是买房的好的时机了 那么未来实际上应该是权益市场 也就是股票为主的权益市场 实际上的机会会更大 但是这里面就是不确定性和风险是很大的 就是你买股票 买权益类的资产平均提供的回报 应该是会更高的 在未来 我建议同学们还是应该去考虑 买一些这种跟权益类相关的这种产品 比如说基金也好 或者是如果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上市公司 觉得底层是不错的话 也可以直接去买 其实看上市公司的话 它是个就像艺术一样 是没有一个标准的 我觉得更多的是 大家要加深对社会 对经济 对底层商业逻辑的理解 然后同时掌握一些方法 最后逐渐在过程当中 形成自己的一些判断的标准 看教科书 是不能教会大家太实用的东西 反而是市面上可能会有一些畅销书 比如说雪球上 我以前知道像唐朝啊 他们会写一些怎么分析财报的书 那我自己也在写 但是呢写了很多年还没写完 我爱人一直都催我 说你的书怎么还不出来啊 但是我的书呢 我总是希望它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架构 然后里面一篇一篇要层层递进 总归是要求比较高 所以写的比较慢 还请大家再等待一段时间 分析公司我喜欢用公开信息 其实就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啊 公开信息是非常充分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新闻报道 然后呢有延报 加上公司自己的各种信息披露 然后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什么季报年报 然后呢 如果是我们在公司的网站上 找不到这个年报的话 实际上还可以到雪球啊 到万德呀 包括说在交易所 比如上交所的网站上 其实都会有的 从本课而言啊 我倒不建议是大家都去读金融 因为其实金融专业的毕业生供给是过剩的 其实只有顶尖的学校的毕业生 才能够在就业市场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大家应该去学一些 可能应用性更强的东西 要学多一点这种分析的工具 就比如说统计啊 然后这些量化的分析啊 可能我觉得这些工具的应用 可能会比就是金融专业的这种知识 可能可能用途还更大一点 在资本市场上 其实最管用的两个方向的专业是 一个是会计 一个是法律 所以大家如果今后有志于 从事跟资本市场相关的工作 我倒是觉得本科学会计 或者学法律 其实还有一定的优势 我倒是觉得不要去想了 不是有一个说法吗 说但凡是能够报复的机会 都写在刑法里面了 就是在当前这个社会 几乎是没有什么 能够不劳而获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与其去冒那个风险 不如把那个时间和精力 花在好好学习上 增强了自己的能力 增强了自己的视野 然后再加上大家愿意去努力 我相信能够在未来 创造更大的财富 谢谢老师 今天就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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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